我們就來去看看到底美國施打疫苗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吧 洛杉磯機場呢他是6月4號開始免費施打Johnson 但他們說打第二劑的時候會比較恐怖一點 很像被火車撞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小向 今天要做一件就是令人緊張又害怕的事情 就是要去打疫苗了 打疫苗是保護我自己也是保護我身旁的人 這邊有老的有小的 怎麼能不打呢 在我們出發之前小向想要跟大家先分析一下有關於疫苗的事情 輝瑞疫苗跟莫德納 這兩個呢其實是mRNA 那他們的保護力也都相對來的高一點點 像輝瑞的話有到95% 莫德納的話是到94% 但這兩個呢都要打兩劑 輝瑞必須要隔21天之後才能打第二劑 那莫德納的話是要隔28天才能打第二劑 那這兩個疫苗有沒有副作用 有 一定有的 但通常第一劑副作用不大 因為第一劑的話就是打了之後手會很痠 就是你被施打那個地方會有點痠 那就痠個兩三天吧 聽起來好像還好對不對 但他們說打第二劑的時候會比較恐怖一點 很像被火車撞撞好幾遍的那種感覺 就跟我們台灣之前打AZ一樣 剛剛講到AZ的部分 AZ跟Johnson是同一個類型的 就是病毒栽體疫苗 其實他們的保護力會相對低一點點 疫苗它不是萬能的 它不是完全防堵你不會得病 它只是讓你可以減少重症比率 AZ的話呢它必須打兩劑 台灣人呢其實開始都是打AZ 那AZ打完第一劑的副作用非常的明顯 年輕人好像副作用會更嚴重 通常打AZ第二劑的時候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AZ它必須要隔四到十二週才可以打第二劑 所以它隔的那個時間真的很長 所以你打完兩劑之後呢 保護力才會相對來講比較好一點 但沒辦法AZ它 至少打完第一劑的時候 保護力有到五六十就算不錯了啦 就是至少不要讓自己身陷在危險之中 所以說台灣現在非常非常需要就是打疫苗 那再來就是Johnson Johnson的話它只要打一劑 但Johnson呢它保護力只有七十幾% 是非常多商務人士 日本人啊泰國人甚至你之前聽到什麼印度人 他們不是都跑來美國打嗎 他們都打Johnson比較多 因為他們可能不像小巷會在這邊就待這麼久 這個情況下沒有太多選擇 他們都會選Johnson 因為Johnson它只要打一劑 然後就有七十幾%的保護力 就是有看到網路上就是那個 沖繩社團彭打 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他從台灣飛到美國 然後打完Johnson之後再飛回去隔離這樣子 真的有很多商務人士 不能說什麼哪裡安全往哪裡跑啊 拋棄台灣 我覺得這種話不能這樣講 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原因跟理由 他們必須得出去外面一趟 也是有可能的 現在是多一個人打疫苗 就多一份安全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美國加州這個地方 其實呢 他們是不用居家隔離 他們就是自主隔離10天 如果你是未打疫苗就來到美國境內的話 你就是自主隔離10天 所以最好就是你一進來你馬上去打 真的是保護大家 畢竟你是外來人這樣進來 到底哪裡可以打呢 其實美國真的超多地方可以打 連洛杉磯機場都有 洛杉磯機場呢 他是6月4號開始免費時打Johnson 他只能打Johnson 應該吧 我上網查試看你只能打Johnson 為什麼會設立這個就是疫苗戰呢 就是讓上路人士進來馬上打 這樣比較安全 可是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真的要來打的話 他要走週一到週六 早上七點開到晚上五點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搭長榮飛機來的話 你是絕對打不到的 當我入境的時候都已經6點多了 所以我是決定來到外面來打 再來就是洛杉磯機場呢 除了可以是打疫苗之外 他還有新冠病毒快篩站 所以如果你來到這裡 你想要快篩一下自己 到底有沒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去好不好 那我這邊會上一個圖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那外面有哪些地方可以打呢 你各大藥局 Costco CVS 全部都可以打 Costco的話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Costco也可以上網預訂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搜尋 就是離你住的地方最近的Costco 大家要注意一下 Costco只有1到5可以打 而且晚上5點半之前 其他藥局基本上他們是不用預約 就可以直接全面打了 那我應該是會選擇會瑞歐莫德納 因為我在這邊帶的天數比較多 大家的肌也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去外面打了 這邊要提醒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之後如果你要打疫苗 千萬千萬一定要記住 在打疫苗前 不要讓自己餓肚子 好 比較有體力 一定要吃東西 然後多喝點水 喝溫塊水 等一下吃完早餐 我就跑去外面打 打完疫苗之後 就回來看一下狀況會如何 OK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來到CVS了 現在要進去他們的類似大超商 然後裡面剛好有藥局 來這邊打 這邊有CVS的部分 做非常大的藥局 現在這間是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你們那時候有預約嗎 也沒有吼 他剛剛跟我們講說要上網去預約 他說除非就是有人cancel掉之後才能補進來 不然通常都要預約 那現在要去另外一間看 那也不知道 不知道要不要預約 我們就來去看看 到底美國施打疫苗 是不是這麼容易的一個事情吧 第二間CVS 這間是24小時的 所以我們就來問看到底能不能打 這邊有寫就是COVID-191的 Yes Just only one person Yeah 可以耶 July 30 That's my passport Have you ever been here No So you'll be getting up by the internet Yes You'll be getting up by the internet You'll be getting up by the internet You'll be getting up by the interne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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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ll be getting up by the internet 要拿護照給他們 然後他剛剛有講說 我們這次三週之後還要再打第二劑 這邊的話就是直接來就可以直接用 因為我們剛去另外一間 好像就沒有辦法了 OK And then it's left arm okay Here? Yeah OK Yes Thank you That左邊 Thank you Thank you Oh 在這邊打 好 好 就是坐在這邊等 莫德納的話可能要等一兩個星期 就是需要排隊 他沒有說你想要打就有 那Pfizer的話是比較多 就是所謂的輝瑞 所以他是可以直接馬上線上打 然後我們是打左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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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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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You are all set You are finished? Yeah Just wait here like couple of minut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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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you're good to go OK Thank you Here's your vaccination card Just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right for us OK OK Sorry 請確定你的名字是正確的 你的日子是3月3日 那是3個月 請確定你開設定 然後帶這個卡 謝謝 她說我在這邊稍等一下 然後看一下狀況沒問題的話再走 然後後面有寫在7月3日的時候再回來註冊第二季 也要憑著這張卡過來這邊 然後非常快速 以下就結束了 就打一下就一針而已 OK 我們疫苗打完了 然後現在就是回去休息、喝水 然後也有人推薦就是說 打完疫苗之後可以喝保礦力、速跑之類的 第一季的輝瑞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副作用 所以就是多喝水然後休息就可以睡飽 那如果說是到第二季的話可能就會不知道 聽說副作用會比較大一點 那就打到第二季之後再看 然後我現在就先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後會再跟你們分享一下打完之後的狀況 今天是打完疫苗的第三天早上 如大家所見 我這邊有點亂 你們看打完疫苗的地方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歐蹊 也沒有任何的傷口 有什麼副作用呢? 其實我覺得 沒有 輝瑞的話好像打完第一季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有一個感覺就是你手會有點痠 感覺是那種你舉東西舉很久 然後這邊出力的那種肌肉痠痛 這個痠痛完全不會愛到你平常生活的起居 所以說也不成大礙 其他的話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主要聽說打第二季的時候副作用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第二季要必須隔21天之後 疫苗卡 那前面剛剛也有給你們看過了 那它這個上面就有寫說你第二季要什麼時候打 所以你就是完成2DOS 才算是整個完成了 那這個一定要留著 因為你下次要打的時候你要憑這個去打 人家才知道你就是打第一季來第二季 這支影片我想說可以提早先出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打疫苗的狀況 那第二季的話有什麼副作用之類的 我再跟你們說 我有聽說美國這邊有充足蛋白的疫苗 它開始升級授權 那充足蛋白其實就是跟高端疫苗 跟黏牙是一樣的意思 可能副作用會產生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重組好 然後輸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如果說台灣高端真的出來的話 我也沒有說要反對什麼 我覺得目前為止你只要有疫苗你就先去打 這個疫苗聽說就是要無盡的補下去 因為有可能會有變種病毒啊什麼之類的 台灣之後也就會開始慢慢移植啊 更多更多疫苗 那如果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下面詢問我啊 就是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那如果真的有要富美來的人 是 那也建議你們就是可以提早把他給打 那前面有提到 機場也有 但聽說Johnson是比較少人會去打的 如果你真的是沒辦法待那麼久 可能只待了三四天的 那建議你還是打吧 至少 讓自己的體驗力可以比較高一點 好那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會再分享其他美國的生活 喜歡小巷記得按讚訂閱兩分鐘 還有開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要跟表弟一起上課 掰掰 嗨各位 小巷現在來到CVS這裡 那我要買什麼呢 我要買COVID-19 HomeTap 因為他們藥局應該是可以買到 所以我想問問看這個藥局裡面有沒有 可能藥局 I'm sorry I'm looking for COVID-19 HomeTest It's 23 Oh thank you Just only one this Ok thank you You can get another one You can get another one You can get another one Yes I want to buy another one Also this There's another one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HomeTest 然後下面也有一個 那它只剩兩個 欸它一個不便宜耶 23塊99 這個呢一個要23塊99 換到台幣大概 喔也不便宜耶 就600多塊左右 23塊99 好的 那也是買安心的啦 No Ves Ves Terman